你有錢下去你硬硬去砸 然後硬去花這個錢 你一定做得出這個遊戲 只是說你做了這個遊戲出來了以後 他有沒有這個市場可以接受他 然後能不能把這個台灣的這個產業鏈給扶植起來 讓他後續可以繼續去運作 你難道你投資了這個100億去開發一個遊戲 好做起來那這個遊戲賣不了錢 然後你再來再投資100億再做一個遊戲 你當你在放煙火嗎 事實上你現在這個塔綠班政府的這個政治一日形態 大概也是做什麼什麼什麼 日據時代的一些什麼遊戲吧 要不然就是什麼228什麼白色恐怖的遊戲吧 那你做了這個東西回歸到他有市場性嗎 會有人接受嗎 華人世界會買單嗎 台灣錯失了很好的年代 因為我們曾經是華人世界這個遊戲的直牛耳領頭羊 但是因為我們自己搞去中化然後慢慢慢慢 就是失去了這樣子的地位 黑神話悟空他是花了4年20億嘛 那結果我們速發部的預算4年是200億 他搞了一個點面線的系統 我閃 我閃 然後速發部200億 開發了一個點面線的系統對不對 這感覺就很辣差嘛 那就是說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好像那個時候唐鳳他們不是速發部的那些什麼預算 都拿出來出國啊 然後貴貴的裝潢費啊 就是說其實資源都還是有 那到底你這個資源怎麼用 但是我還是覺得啦 就是說台灣 因為這個中國大陸這邊他們的這個遊戲開發 他們是整個產業生態 比較成熟的一種生態 那如果你說 要靠政府補助 然後去開發一款遊戲 那就是 最後到頭來還是說這款遊戲到底能不能贏利 能不能獲利 那他終歸還是要回到市場機制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 你光靠補助補助一款遊戲出來 我覺得也不是長久之策啦 還是要 要靠回歸市場機制 比如說有沒有金主願意投資啊 對不對 那這個投資了就代表 這個遊戲是不是有回收的可能性啊 那為什麼說中國大陸現在他們遊戲已經成熟了呢 主要也就是因為你看 這個 偷襲我老同志 不講武德 主要也就是說你看這個 黑神話悟空他投資了對不對 20億一天上限 馬上這個叫什麼 回本 那這個也對之後的這些甲方啊 金主啊 這裡有個射箭的 嘿嘿嘿嘿嘿嘿 欸欸欸欸可惡 這樣也對這些投資方有信心嘛 他們以後就會更願意投資像這種 單機版的3A級的這種大作遊戲啦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是一種正向的循環啦 那比如說我們政府補助了 然後硬是做了一款遊戲出來 但是在市場的應用上 就是市場銷售上卻 沒有辦法去Cover這個成本 那這不是長久之計嘛 所以回歸到頭 就是說我還是覺得台灣為什麼做不出 比較好的單機遊戲 主要還是因為我們台灣 就是太強調本土化 而這樣的本土化是去中 去中化的一種本土化 那你當然如果去中化 那我們講華文的嘛 那在華語世界最大的市場 你都不要了 那你不要這個市場 你又怎麼可以期待 你的任何不管是文化作品 影視作品 音樂作品 能夠 有回本呢 能夠被那個市場的人喜愛呢 好 來 我要跟大家鄭重介紹一下 這一關喔 這等於是第一關吧 裡面有一個大BOSS 我把它叫蘇貞昌 因為我覺得他長得很像蘇貞昌 我一直打不贏他 他很強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 遠遠的這個 有沒有 他又走過來了 他走過來了 我要躲起來 有沒有像 有沒有像 我都偷偷躲起來 因為他蠻強的 我等一下打一次給大家看 他真的挺強的 然後這個要偷襲他 偷襲你 好 偷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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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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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襟他很強 嘿嘿嘿嘿 他還會發龜派氣功哦 他生氣了 在他生氣的這段時間你先躲好 就是我不想要讓你聽聽看 就是剛剛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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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你怎樣...怎樣啊 剛剛發生什麼事 你不是說你能一心二用嗎 好 你說你都不好意思 你說 我聽得到 我說小兵我可以一心二用 這個蘇貞昌是大boss欸 救命 我完蛋了 我完蛋了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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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你死了 那我們就專心看鏡頭 繼續來聊一下這個數位發展的東西 那其實這件事情呢 今天在PTE上面討論度非常高 那其實就是網友有很多的一些他們的想法 那對於這個大家在質問說 為什麼數八部這個200元做不出悟空呢 那就有人講說他們肯做研發不要只會出國就已經很好了啦 那還有人說不如外包中國廠商來做 那有人就嘲諷說你是不是沒有買到20元的面線啊 人家有外賣面線這個系統啦 你是沒有用到呢 那又有人講說的確啦 這個其實數八部下面有一個補助獨立遊戲的部門 但是他的金額是低的可憐 可能就沒辦法做出悟空這樣的人機喔 那有人雖然說 以前出國考察就要200億的預算了 那現在如果又要做這個遊戲 可能要先追加8000億的預算喔 那就說如果再講編預算的話 我們現在要出國取經了 那傑克你怎麼看 所以你的問題是什麼太多了啦 問題就是你覺得現在這些網友的說法跟你的那個... 我覺得就是酸啦 現在就是在酸速發部 就我們其實很多錢喔 我們都是沒有花在點上 比如說你看人家就是真的 人家花了這個錢 投資了這個預算 真的可以做出很棒的作品 那我們花了這麼多錢 你看我們那個200億的預算 我們速發部到底有什麼成績給大家 似乎是沒有嘛對不對 那就是感覺做了一個點面線平台 是不是 點面線平台 我怎麼看鏡頭我怎麼打 點面線平台 然後給大家對不對 所以呢 對不對 這種東西就是 這個製作人要我看著鏡頭 然後打遊戲 然後講東西 好沒有關係 在評論的時候你就看鏡頭好好上玩嘛 好 好 然後打遊戲就讚你躲一下 躲一下 我躲 我躲 所以呢基本上喔 就是說這個速發部啊 也不只是速發部啦 很多部門也是 我們台灣很多部門喔 我把這個畫面留在蘇貞昌這裡 讓大家看蘇貞昌長怎麼樣 所以就是說 我們很多政府的部門喔 就是花了一堆錢 那也不知道有什麼實際的成效 就不知道啊 到底給了我們什麼牛肉啊 那我們花了這麼多預算 到底去哪裡了啊 奇怪了 感覺我們的政府 買這個也特別貴 做那個也特別貴 花的錢都大手大腳的 但是做出來的東西好像 老百姓都看不出一些成效 買那個雞蛋也是花了一堆錢喔 其實老百姓真的苦哈哈耶 現在 那政府都不把這個 人民的納稅錢當錢用 這樣有一點好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速發部下面有一個部門 是補助我們做遊戲的嘛對不對 結果到底補助了什麼 有什麼具體的成績出來 沒有啊 是不是 所以 唉 好啦 算了 速發部 反正 但速發部每年還是200億的預算 對不對 那我最後問你 如果今天真的速發部 拿到了87億的預算 台灣做得出悟空嗎 我覺得 只要台灣去中化 當然我講真的啦 你有錢下去你硬硬去砸 然後硬去花這個錢 你一定做得出這個遊戲 只是說你做了這個遊戲 出來了以後 他有沒有這個市場 可以接受他 然後能不能把這個台灣的這個 產業鏈給扶植起來 讓他後續可以繼續去運作 你難道你 投資了這個100億去開發一個遊戲 好做起來那這個遊戲賣不了錢 然後你再來再投資100億再做一個遊戲 你當你在放煙火嗎 你最最終回歸到本質上來講 你還是要把這個產業鏈 這個建立起來嗎 比如說當時那個獎金國 他做這個台積電的時候 他也是讓整個產業鏈做起來 就是讓他在新竹 那新竹就是說 從上游的這個人才 就培養這個什麼交通大學 清華大學培養出人才 然後在新竹有台積電 然後周圍都有一些產業的這個聚落 哎呦我要把手要躲起來 不要讓蘇貞昌看到我 周圍就要有一些產業的聚落 對不對 那你這樣才能夠建立起這個 半導體的這個產業鏈 但是我們事實上也不是全產業鏈 我們只是說代工的這個環節而已 那我們今天如果政府要硬要補助 做出一款遊戲 事實上你現在這個塔綠班政府的 這個政治一日形態 大概也是做什麼 什麼什麼 日據時代的一些什麼遊戲吧 要不然就是什麼228 什麼白色恐怖的遊戲吧 那你做的這個東西 回歸到它有市場性嗎 會有人接受嗎 華人世界會買單嗎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講華語的嘛 那這樣子能夠建立起來 我們自己的產業鏈嗎 這才是長久我們要思考的嘛 那我覺得以現在台灣來講啊 只能局部的 就是培養一些人才 然後參與到這個遊戲的這個 整個環節裡面 生產製作環節裡面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它整個遊戲的這個產業鏈 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了 他們有這個手遊 網遊 然後還有什麼什麼 像這種單機版的這種大作 然後這種平台像什麼騰訊 對不對 它連平台也有 那 所以它就可以培養了很多很多的人才 提供這些人才 市場發展的機會 對不對 那但是台灣你如果 按去做一個遊戲 然後呢 那我們台灣有這樣的市場 有這樣的產業鏈可以供 供這樣的產業 有這樣的市場 能夠供這樣的產業鏈去生存嗎 沒有辦法嘛 對不對 所以 其實很可惜啦 台灣錯失了很好的年代 因為我們曾經是 華人世界這個遊戲的直牛耳領頭羊 但是 因為我們自己搞去中化 然後慢慢慢慢 就是 失去了這樣子的地位 那你現在要再找回那樣地位 其實已經很難了 但是你還是可以 不搞去中化 我們還是回歸本主 我們還是可以 跟中國大陸連接起來 參與到這個產業裡面 然後貢獻自己的才華 貢獻自己一己之力 我覺得現在是我們這個要思考的 或者是說在某一個環節 台灣可以提供它 具有它 技術特長 優勢的一個 技術的一個供給啦 就是某一個環節的供應商 大概就是如此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